美女主播张凌宇结婚后 遇有一个七个月大的宝贝儿子小班长 她时常会在社群发文分享育儿点滴 和网友交流妈妈镜 不过她13日却忽然分享自己戴口罩 华里抱着儿子的照片 发文写道我要跟健康零距离 原定本周五五录影的所有专家来宾说对不起 我的儿子小班长凌晨发高烧 送医院急诊后确诊 回家后病况反复无常变化剧烈 一度四肢发紫并呼吸急促 后来又送回急诊 医生担心小班长的肾脏问题 合并有严重并发症 未求保险决定住医院 但确诊隔离病房必须要同进同出 我必须跟我儿子一起隔离到他出院 贴文一出粉丝都很担心他儿子的状况 纷纷写下温暖的留言 祝福小班长早日康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